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為大家更新香港資訊。 香港方面23條,現在根據最新的新聞資訊,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就會根據議事規則決定在3月8日早11點, 居行立法會議去處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的首讀和異讀, 而有關會議就不會處理其他事項。 秘書處又說道行政長官李家超下週去信立法會主席, 跟他說現在地緣政治複雜多變, 國家安全風險無日無之手法層出不窮, 威脅是可以突如其內,所以特區政府必須要堵塞, 國家安全的缺口儘早完成立法工作, 早一日、得一日等國家安全,早日得到有效維護, 又說到基本法23條是整個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 和立法會都有責任和必須一起努力完成立法, 為達至早一日、得一日完成立法的目標。 而行政長官建議立法會重促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鑑於這個條例草案有必要和急設性, 梁君彥決定明天早上舉行會議去處理。 而昨日他們的23條有一個公眾諮詢收到的意見摘要, 政府發言人開火說彭博錯誤報道政府會立法禁止社交平台在香港運作, 令人對23條立法建議產生誤解和恐懼。 政府表示強烈不滿和譴責, 就批評彭博是片面簡出諮詢收集的意見, 再配以斷章取義的標題, 企圖誤導國際社會和市民。 而彭博是一群網頁的相關報道承認, 早前是錯誤報道政府提出有關禁令, 而彭博的發言人早前也回覆明報, 說星期三所刊出的兩個標題, 就是錯誤將公眾意見當成政府就基本法23條的建議, 就說發佈10分鐘內已經更正了。 而23條除了這些事件之外, 也有一個應變反駁隊。 這應變反駁隊是否即將解散呢? 23條立法諮詢期間, 鄧炳強多次以應變反駁隊隊長身份, 去反駁坊間對23條立法的指控, 包括批評英國外相卡梅隆、 美國駐港總領事梅玉瑞、 政治操弄雙重標準針對23條, 又是立法會前議員許智峰公開執法人員資料極度可恥, 無人格底線衰到無朋友。 立法會23條立法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在7號舉行會議, 選委屆立法會議員陳少雄大讚鄧炳強做得好。 說局長領導應變反駁隊在諮詢期間前前後後做得好好出色的角色, 就是凡是有不實事情或者誤導即時反駁, 包括彭博這一類別有用心去處理事件希望發酵, 亦都處理得好, 他建議應變反駁隊要延續下去。 亦都提到, 是否考慮立法之後, 你這個應變反駁隊是有個機制呢? 不時通過一些工具又好或者編制, 令坊間如果見到有事情開始發酵, 及時去澄清解釋和採取行動。 鄧炳強回應, 這個應變反駁隊最主要是23條立法過程中即時反駁抹黑的資訊, 這一個是歷史任務。 當然啦, 完了之後, 這個社會上是有人會繼續對政府包括國家安全或者其他東西進行一些抹黑工作。 就說經過今次的立法過程累積到經驗, 他說到未來就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反駁抹黑, 未必這個名叫應變反駁隊, 但這個應變反駁隊始終一日都會解散, 但是會用這個工作模式, 發覺有效率要搜集究竟有些什麼抹黑的情況, 就盡快去澄清反駁, 用不同的平台去反駁, 這個精神是長寸的。 即是說, 這個應變反駁隊之後應該會長做長有, 但叫什麼名字就不知道。 23條看來都好急著立法, 阿列家超回來好像就想在幾天內再過了這條23條, 突然之間急著在北京開開會, 都要提早回來是否發生了什麼事件呢? 是否被人召喚, 或是有什麼其他原因呢? 到最後, 這個23條立了出來之後, 到底詳細的細則是怎樣呢? 到時再和大家更新吧! 今集和大家就看到這裡先了, 我們下集再見吧! 拜拜!